Monstrosity 怪物 这款独立游戏 从这个标题画面就能发现 它是受到了脑叶公司的启发 同样的 在这款游戏中 我们需要管理一只怪物 它大概 长这样 有一种擒天娃娃的即视感 但它绷带上和裙摆上的血迹 透露出了它的不寻常 更不用提 这四条大长腿了 在游戏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选项 跟它进行互动 触发它的各种行为 填满它的观察报告 所以我们就先试着和它对话 了解一下它的故事 这里就先询问它的名字 它却反问我的 我告诉了它 它却说 我可没说要告诉你呀 我跟你又不熟 这还真是不讲武德呢 那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了 你出去过吗 啊 我当然出去过了 我在来到这里之前 也曾在外面待过 我曾住在一栋美丽的小房子里 它在一个美丽的小镇上 你和谁一起住 只有我自己 也曾经有过其他人 但我不喜欢他们 之后他们就离开了 看来它是一个孤单的人 而不是孤单的怪物啊 那你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那是一座漂亮的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我可以一直在里面玩 还有一大堆的玩具 但我最喜欢的是大门 它特别大 而且是用相当黑的木头做的 木头上有美丽的雕刻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它非常的漂亮 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喜欢走到门口 把手放在门上 然后敲敲 我喜欢这声音 所以我叫敲敲 那你的小镇是啥样的 很空旷 没有人 只有我和我的小房子 但有时又会有访客 他们发生了什么 他们来了又走 大多数人都直接路过 但有时他们又会停下 然后我们会一起玩 他们会来到我的家 然后敲敲门 之后我会问 谁呀 但他们并不擅长这个游戏 他们只会告诉我名字 有时候他们也会撒谎 我不愿意开门 因为他们太无聊了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直到那个人的到来 他讲了一个有趣的笑话 然后我就开门了 但他们却逃跑了 我想他们应该是告诉你们了 因为过了一会儿 你们就来抓我了 原来如此 这就是他被收容的经过了 除了对话之外 还有未适合游戏的按钮 分别可以控制他的心情 以及饥饿度 比如给他吃肉 或者是胡萝卜 又或者是陪他玩球 如果一段时间不理他 他就会走来走去 看看窗外 又或者是跑到角落里面 独自哼唱歌曲 抛开外形不谈 他表现出来的 完全就是一个天真的少女 另外 他有时还会跑到摄像机前 友善地跟我打招呼 有时呢 又会触发这样的动画 这就是他最喜欢的 悄悄游戏了 当然 虽然他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别忘记 他是一只怪物 在对话的选择中 他会邀请我进去 陪他玩玩 又或者是跟我成为好朋友 但凡我要是答应了他 他就会这样 防护玻璃直接被他拍碎了 我的心电图也直接归零 等到再次进入游戏的时候 地上会有一滩血迹 没错 这就是上一个我留下的 这个按钮 也并非是给他洗澡 而是用来清理我的血污的 到了晚上八点 一天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获得点数 用来在商店里面购买东西 店员小姐姐名为Max 她非常害怕那些被收容的怪物 反正就是一脸的酒 这第一天 我们先把能买的都给买了 然后开始第二天 我们先来试试给他娃娃 好家伙 直接露出本心了呀 这樱桃小嘴 猎口女都没你这么大呀 再来试试花朵 嗯 乖巧 玩具熊呢 跟娃娃一样 都会被他直接吞了 给他积木呢 他又会变得非常的文静 可以说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少女了 如果我们把关系培养得太好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就会触发这样的结局 我喜欢你 我们是朋友 对吗 对吗 我又挂了 系统提示 记住 对象并不是你的朋友 来看看我留下的这个痕迹 这是把我给炸掉了是吧 接下来就是过日子 存钱 第二天可以买一个相机 给他拍一个证件照 用来贴在他的观察笔记上 最后呢 买下这个神秘礼物 它并不是主动道具 用法呢 是需要我们主动选择 跟悄悄妹子做朋友 触发他的大力进攻 一声枪响 悄悄跌落在地 原来礼物盒子里 放着一把手枪 到这里呢 悄悄的观察笔记 也就被我们填满了 姓名 悄悄 等级 5 类型 危险 喜欢花 讨厌娃娃 工作目标 让实验对象 也就是悄悄 吃饱 适度娱乐 不要过度纵容 让他不时地保持忙碌 不然的话将导致死亡 食谱是肉和蔬菜 喜爱甜食 能力有变形 物质操控 超级力量 再生 它会将观察者谋杀并肢解 然后再化身成为观察者 据观察 对象会不断地游荡 可以误化出一扇木门 这扇木门 可能来自于某地 长时间不理它 它会哼唱歌曲 它喜欢长谈 看着摄像机的时候 它似乎是在等待什么 不确定它是否有眼睛 但我确实感觉被它盯着 它十分地喜欢敲敲这个游戏 观察笔记就到这里 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哇 一天又过去了 真是期待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呀 你活得不错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幸运 当然 这很容易 原来我是长这个样子的吗 那么 下周一见了 冒险要开始了 接着是两位员工的对话 嘿 你看到1089号了吗 它的门大开着 里面有782号员工的残骸 切特 哪个是1089啊 就是那个 自以为在这里工作的人 那个看起来像科学家 但其实不是的人 那个狡猾的家伙 如果他跑出去了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了 来吧 希望他还在楼里 原来如此 最后的那个科学家并不是我 而是把我干掉之后 化身成我的少女 他直接逃了出去 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作为一个独立游戏 内容真的不多 但悄悄的这个造型 还是挺戳我的 结尾的反转也是细思极恐 可惜的是 作者没有出后续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我是阿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